大家好,休息了一天左右,又跟大家做賽後評 今天跟大家補回這一場巴黎正是耳門作客對雷欣而輸的賽事 由於雷欣當時處於的位置是中下游的 而且巴黎今場是正選陣容出了四大天王 安巴比、尼瑪、美斯、迪瑪利、4231 但是竟然一球都進不了 還要輸兩顆輸2比0 安巴比有個越位的入球詐糊 而雷欣那兩個入球都不是靠運氣 是清脆利落的入球 所以有人認為這場球要是球證黑哨 要是巴黎故意打假球 理據就是巴黎在法甲排行第一 有領先的位置,有空間可以打假球 賺點外快 我最後會回應這個觀點 但是我現在必須要首先用理性的角度和戰術的角度去出發解釋 我們先看看巴黎的兩個失球 分別發生在臨完上半場前和下半場一開始 下半場一開始就失敗,即是根本還沒站穩,還沒準備好 不過我就不會說就這樣解釋就完了算數 踢球除了心理影響之外還有戰術 如果戰術是好好的話 都可以盡量掩蓋心理問題 甚至是戰術好是可以幫助到心理健康 但是如果是戰術不好加上心理有問題就更加容易糟糕了 留意一下,雷欣兩個入球都是在兩邊傳中 即是很明顯看到是左右兩邊的防守,巴黎這邊有缺口 這裡就看到巴黎的左右後衛攻強守弱的問題 當然大家都知道 艾舒拉夫和紐路文迪斯是攻擊力極強 但是也有人知道他們的防守比較薄弱 所以通常他們兩個一起打正選的時候 都是用4-3-3或者3-4-3是比較好的 所以會有多些防守中場或者中堅去幫他們補 而今天是4-2-3-1 所以就是不夠防守中場補或者中堅補 上半場就不夠中堅,面對明賣明賣的時候你會看到 下半場的失球也明顯看到不夠防守中場 加上美斯和尼瑪大牌球星很少會幫手回來防守 所以中路和邊線的防守會薄弱一些 說到這裏可能你會立即問 巴黎一用4-2-3-1 是否最好不要這兩個左右後衛一起打正選呢 沒錯,這個是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4-2-3-1的時候 其中一個就是左右後衛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出一個比較防守意識好一點的球員 但其實也有方法可以令到艾舒拉夫和紐盧迪斯在4-2-3-1的體系當中同時打正選 那這個方法就是一定要拿到很高的控球比率 令到自己很少時間需要防守 那就可以掩蓋到他們兩個的防守問題 那要拿到很高的控球比率 就是要有很穩定的控球載腳能力 要有很穩定的控球載腳能力 就是要很懂得控制比賽節奏 不可以太過輕舉妄動 和對方打來回高速球 或者自己盡快完結攻勢 去比對手進攻 去搞到自己要多了時間防守 那但是巴黎這方面 今天就是做得不好 變成了打法、套路 就不符合4-2-3-1這個結構 雖然你今天都會看到最終的比賽 數字統計 是發現巴黎接近有7成的控球率 但其實落後兩球之後 對方開始拍大巴 巴黎才下半場有這麼高的控球比率 拉回雲 但其實當上半場雷欣還是0比0的時候 就是整個上半場接近 雷欣有壓迫和嘗試進攻的時候 巴黎是沒有這麼高控球率的 控球在腳是不穩定的 經常都和對方變成對攻的 那原因呢 就是魯莽了 心急了 兇舉妄動了 就是打一些快攻 或者盡快完結攻勢 這個安巴比打正前鋒 太喜歡打快攻 或者盡快完結攻勢了 雖然我不是說不讓巴黎打快攻 或者盡快完結攻勢 但是你都真的有機會的時候 才這樣打下去 如果不是去到真正的機會的時候 時機都還未成熟的時候 就真的不需要打這麼多這些 十球球裡面 有五球已經想打快攻 但是五球球裡面 有四球的時機都未成熟 那四球就變成了盡快完結攻勢 不是快攻 你硬面對密集都要盡快完結攻勢 就是眼白白沒有了四次可以控球在腳 壓著對手 拿著球差的機會 其實這四次裡 哪有三次能夠拖回萬個比賽 整個形勢已經可以差很遠 已經可以有少了很多時間 需要防守 那你多了時間 就壓著對方 對方越來越迷惘 你怎麼都有好處 可惜巴黎這方面 真的做得不好 今天就是這樣 就是盡快完結攻勢 對方多了進攻機會 就是這樣被人打開紀錄 當時就是44分鐘 美斯做中路主角引領攻勢 美斯的動作和全球的方式 都是表達出 美斯是希望今次控制比賽節奏 慢慢拆球 拖慢他的意向 但二少爺尼瑪 就是看不出 他不知道 尼瑪是想立即和美斯打第一時間的撞場 盡快完結攻勢 大少爺尼瑪根本 就是想不到尼瑪是想這樣 結果尼瑪是完全接應不到尼瑪的加速傳送 完全是斷了接應不到球 立即被雷欣打回頭 然後就暴露左右兩閘的防守問題 導致輸這個明脈而落後上半場 有人說尼瑪和尼瑪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但尼瑪想拖慢比賽節奏 而尼瑪想盡快完結攻勢 這一次我們就看到他們兩隻同藏異夢 尼瑪想拖慢比賽節奏其實是對的 因為差不多完場了 完場了 完場了 不要讓對方攻勢 但是尼瑪竟然經驗這麼差 明明他踢球的經驗應該是好的 但他這一刻也想不到尼瑪的這種經驗 差不多完上半場要拖 他不是要盡快完結攻勢 很明顯尼瑪太過習慣上一季打4-3-3 盡快完結攻勢 或者來回高速球的戰術 或者是已經離開了巴塞太過耐 忘記了巴塞DNA 不過坦白說 尼瑪在巴塞的那一年 都已經故意不再跟巴塞DNA 四大天王裡 迪瑪利亞和尼瑪比較合 但是這個MN組合 三大天王的思想 很多時候都不對稱 尼瑪想帶巴塞DNA過來 尼瑪總是喜歡快 安巴比一尾向前 很少做支點 快攻或者反擊的時候 安巴比會比較懂做支點 但是面對密集的時候 就不懂 不懂得刑波 一尾向前刺 面對密集中路就很緊密 但是安巴比還是要很急 在中間那邊向前打穿 可以分邊 他都盡量不分邊 他都要強行在中間打穿 不是說未試過成功 但是中路突破一向都很難完成 最終的中路射門 例如31分鐘那一刻 尼瑪的交球都成功 進入禁區 安巴比看起來都接應到半彈道 但其實面對密集的半彈刀和快攻 反擊的半彈刀就不同 面對密集在中路突破 太多防守的球員 所以直線一定要很大力 美斯當時直線要大力師才可以打穿 一去到禁區的時候 直線太大力 就很容易很接近搜門員 搜門員一輕輕出來 最終安巴比都沒有位可以射門 今天你可以看到 巴黎中路突破 面對密集 不停想向前中間入 是看到雷欣的搜門員 經常衝出來 就是高美斯可以解決了巴黎中路突破的進攻 其餘時間當然也很難打進去 進攻點也太多大哥 不拉邊 兩邊靠左右後衛明白明白 破不了密集 而下半場安巴比 還有浪射的問題 又是看到安巴比的毒食問題 而且今天很多時候都看到 就是利馬或安巴比交球給美斯的時候 錯了節奏 美斯完全接應不到球 錯了節奏 即是控制不到比賽的節奏 很難可以有穩定的控球在腳 三大天王 MNN的打法根本是牛頭不搭馬嘴 亦都應驗了就是我球季未開始之前所說 美斯尼馬安巴比根本就不合 美斯轉會巴黎的時候 我已經說了 轉會評論的時候 一早已經是批評了 美斯加盟巴黎 是會令到巴黎變弱 由於當時球季都還未開始 我已經說了巴黎變弱 當時的人就說我太快下結論 今天這場賽事又應驗了我當時所說 是不是還要嫌我說得太快呢 我那些是叫做一早警告大家 說明警告 當然要早點警告 你說有沒有醫生 等病人死了的時候 才會跟病人說你病了 會不會這樣 也會不會有人說醫生 你會不會太快下結論 太快就是診斷我有病 醫生跟我一樣 都是用心良苦的 剛剛說過牛頭不搭馬嘴這個名詞 其實這是一個形容詞 這個形容詞 我曾經用在這個黃馬 最近的賽後評當中 黃馬最近輸兩場球的原因 跟巴黎都很相似 都是太快儘快完結攻勢 而不配合4231的體系 結果給多了進攻機會 對手遙暴露了 就是4231不夠防守球員的問題 所以巴黎和黃馬最近輸球 都可以在戰術角度上完全解釋到 也不可以抹殺 就是今天雷欣和當日的舒烈夫 艾斯賓奴奴都很厲害 他們都是一針見血的進攻 還有壓迫 防守都不錯 今天雷欣兩球都清脆利諾 不是靠運 即使安巴比的越位吃了一局炸壺 但即使是判安巴比的入球是算的 這個巴黎都是輸2比1 最多你可以說美斯的佛球還沒有運氣 但強隊已經有先天性的運氣 你有這麼多錢 還有這麼多好的球員 真正有實力 戰術是好的球隊 就可以掩蓋這些運氣的問題 但戰術部分往往很複雜 不是人人都可以理解到 或者有耐性去理解 如果不夠耐性的人去看 很快就會下定論說這些球是假球 但如果很厲害 輸比很差 就是打假球 按照這個推論 黃馬最近就是打了兩場假球 歐洲球壇起不是每個月 或者每個禮拜都很多假球 這樣說下去的話 就令我想起傻強 在無間道當中的對白 即是當一個人做一件事的時候 很不專心又看著你的話 那個人就是警察 然後迪路就說 通家都差佬 傻強竟然說是很多的 我想傻強這些人 就是覺得這個世界很多假球 只要你很厲害的 你輸比很差的就是假球 即是每個禮拜都有假球 很多的 其實傻強這些人 人在世界上屬於很少數 通常說假球那些 都是因為買了球 有這個投注 但是就是輸了 但是如果你是聽得我久 都會知道 那些人所說的假球 其實都有Pattern 只要出現我所說的那些問題 或足球理論 很厲害就輸比很差的機會大增 明知道有這個Pattern 那你都避不開這個Pattern 避不開你所謂的假球 那你就很難贏到錢 今天的Pattern片尾彩蛋部分 我曾經說過 就是巴黎打法甲 可以4-2-3-1 迪瑪利亞做下六頁 那就是不需要各個進攻點 都做大哥入中間 面對物質會好些 但是4-2-3-1 現在又見到一個防守問題 那究竟巴黎還應不應該打4-2-3-1 還應不應該繼續四大天王同場獻技呢 有沒有其他的後備球員是解約呢 那記得去Pattern繼續支持下去 若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你可以加入Patter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亦都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那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有了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那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賽後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